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观众隔着屏幕都感到心疼 又令观众理解内阁 现实结局的无奈 而这部剧也是惊喜爱 睽違四年重返小荧幕的最佳代表作 同时他凭借这部十九镜伦理剧 再次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曾获得过两次青龙奖和大中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的他 终于在今年不再陪跑 他以超高的话题和热度 一举夺得第五十六届 韩国百想艺术大赏电视剧类最佳女主角奖 不仅如此 夫妻的世界中 惊喜爱的日常穿搭 一度成为许多办公室女孩的穿搭宝典 优雅随性 是问这样的五十多岁生活谁会不向往 1967年4月23日 惊喜爱出生于韩国江源道纯川市 上高二时 服装广告模特出身的惊喜爱 就因出演电影《20岁的头一天》正式作为演员出道 1986年 他凭借KBS的日日剧《女星》 获得当年KBS演技大上的最佳现任演员奖 同年开始主持广播节目惊喜爱的FM人气歌谣 施展了他作为主持人的天赋 进入上世纪90年代 惊喜爱接连在电视剧《爱情和婚姻》 《恋爱的基础》中 饰演了突破传统的独立女性角色 展现了在当时影视作品中十分少见的独特的角色魅力 凭借多部大热作品 惊喜爱事业可谓是如日中天 更与崔真时前任何并列韩国当时最具人气的女星行列 然而过早的成名虽然看似星光璀璨 却给惊喜爱留下了痛苦的回忆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 惊喜爱透露自己 在那段时间患上了躁愈症 但好在那个时候她遇见了自己的丈夫 1996年她经姐夫介绍认识了李昌震 两人交往三个月就因为恋情被曝光决定结婚 李昌震毕业于首尔大学机械工学专业 1989年研发了韩国首个韩字输入软件 有韩国比尔盖茨之称 后来更担任韩国知名网站Dreamwise CEO 甚至还跨足政坛担任国会议员 堪称韩国商界的传奇人物 虽然李昌震头脑出色 却因相貌一平平平 最开始并没能俘获金喜爱的芳心 而金喜爱也并不知道李昌震的来头 甚至对她的第一印象不是很好 那时候李昌震还没有车 第一次见面还是金喜爱开车去接的她 出于IT男的刚直属性 面对眼前的这个大美女 李昌震一时不敢说话 第一时间从包里逃出了电脑 但就是这个举动吸引到了金喜爱 从后视镜中 金喜爱看到了李昌震专心敲着电脑的样子 一下就坠入了爱河 在采访中说到 金喜爱满脸幸福地表示 后来和李昌震的相处中 李昌震还交回了她发邮件 慢慢相处的过程中 她发现了老公的魅力 并火速决定结婚 1996年9月 相恋三个月的两人火速闪婚 并在1998年 2000年迎来了自己的两个儿子 但在结婚后 金喜爱也是一心扑在家庭上 一度长达八年没有演戏 直到2003年才以电视剧《妻子》回归荧幕 但接戏的频率好像也不像以前频繁 毕竟老公李昌震财力雄厚 完整的爱中凭借细腻生动的演技 获得第40届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剧部门大赏 虽然时刻多年未拍戏 但金喜爱的演技却并未生疏 反而随着岁月的沉淀愈发纯清 说不出的爱雪花 再次为观众展现了起精湛的演技 2007年一部《我男人的女人》 更是让她荣获SBS演技大赏 最高大赏以及十大明星奖 2013年金喜爱搭档刘亚人出演了秘会 剧中10年46岁的金喜爱 和相差20岁的年夏男演员刘亚人大戏 也毫无违和感 镜头中金喜爱更是为观众 展现了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 除了拍戏 金喜爱的投资眼光也非常独到 据韩媒报道 金喜爱2006年曾买下了清潭洞的某个停车厂 每月光租金就能收个3000万韩币 如今停车厂要拆迁改建 市价已经涨到了300亿 如果折合人民币也过亿了 关注韩瑜的姐妹们肯定知道 韩国演员的片酬没有内娱那么高 这笔钱哪怕是对韩瑜顶流来说 都是非常大的一笔收入 而就在2016年3月 金喜爱被爆出确定签约YG 而这也是他出道以来首次加入的经纪公司 同年金喜爱还搭档池珍希 主演SBS电视剧倒数第二次恋爱 剧中金喜爱化身45岁 人独生的电视台责任制作人江敏珠 2020年这部《夫妻的世界》 更是直接让金喜爱在今年刷足存在感 不管是剧情还是演员的演技穿搭 都直接甩一般的韩剧剧条街 虽然在剧里 她是为丈夫妻子背叛的正宫妻子 但是在现实中 婚后二十几年 她却与丈夫十分相爱 采访中金喜爱曾说 老公是她的第三个儿子 并表示老公外出应酬 喝了一些酒就会打电话跟她撒娇 希望金喜爱开着车去接她回家 每次接到老公打来的电话 虽然时间晚了 金喜爱还是会开心的接老公回家 出道37年的金喜爱 清秀的外表和高雅的气质 让其成为全大韩民国男性的国民初恋 而她也是韩国天然美女的代表人物 年轻时的金喜爱很有港心的味道 气质温和从容 温柔大气 现在53岁 风韵不减反增 身材好的令人羡慕 而外貌出众的金喜爱 演技更是令人折服 出道以来 获奖不断 她的魅力不止让男生心动 更有许多女性观众深深喜爱着她 最后也希望 久违荧幕的女神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时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时角哦 小时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